咱也说王赵 真的老可怜了 你瞅的 但是我跟他一聊天之后 因为我俩是老乡嘛 他啥都跟我聊 他是纯纯自愿过去的 明知道是干诈骗 他自己想发财去的 而且他去了五年 五年多了 你知道吧 去五年多了 之前非常牛逼 挣了很多钱 真的 挣了大几百万 然后他有个毛病 他好赌 知道吧 就好赌博 然后呢 赌钱 输了 第一次是把自己挣的 二百多万吧 都输完了 然后后来又输了一个八十万 他跟我说的 然后没有钱还 被人扣到这个赌场里 然后给一顿赌导 后来这个 他跟那个老板嘛 那个大老板 外号叫站长 在那圆区里 老板 大家记得点 都叫站长 站长就是群主 大老板 最大的股东 然后这个 他之前跟站长混的吗 五年了吗 站长一直把他当个兄弟 然后站长出面 给他拿钱 给他赎出来了 然后他一直也是欠元区钱 结果呢 出来之后 他自己老是点倍 就没有业绩 然后就天天的 没事弄他 你知道吧 然后后来他老就跟站长磨叽 意思 哎呀 你看我跟了你这一年了 不管咋的 站长你得管我呀 我也是你兄弟 你看他们天天打我 我的脑子呀 都是包啊 还给那个站长 发了一个小视频啥的 的确是后背头大领子 那脚上 手上 胳膊上 全伤 完了 这那个就跟站长讲感情 站长就骂他 意思你 他妈是干啥的呀 你 你跟我 盘什么兄弟呀 谁他妈是你哥呀 你是谁兄弟呀 真的翻脸就不认了 马上第二天就告那二把手 你知道吗 专门收人 那个二把手 那兄弟来了 我亲眼看见 啥也没有 我都不知道早事 当时我就站在边上 你知道吧 给我吓一跳 来一帮人 皮肚扣头 你知道 当时他们那蚂蚁也没啥头 剃的脑袋就剩点头发 勒脖子 你知道 俩明明上来 这家好嘞 直接薅的脖子 就给勒到那个对面楼 那个七楼去了 你知道 到那屋里 皮了扑了 这顿 大家知道 这顿 黄我票票全 你知道 这顿楼 还有这么浪 没事吧 是不是 这个 不算敏感词语吧 真的 真是一顿黄我票全 一顿干 完了耗着我 告诉我 十三哥 你也干的 必须干 给我鼻的没招 我也上去踹两脚 那你装也得装 你不能不合群 我也上去闷两脚 然后就开始 然后那个民兵队长就来了 你们不能私事处理 行了 打理他得了 这个我们来处理 然后把官屋里边 我们站门外一堆人 听着在里 妈呀 鸭 爹 叫唤 狼蛙 叫唤 你知道吧 就听一听 就全都是电秃子声 真的半个多小时 等再开门 这个地下躺着 一抽一抽的 连个鞋都没有 光大一样 那个地下躺 然后连着 那次就给关了两天 你知道吧 我亲自给他接出来的 我还给他买了四个包子 买杯豆浆 哎呦 那老可怜了 那除了说走道 下楼都下不了 搂着我脖子 我给掺下楼子 你知道吗 当时真就觉得可怜 老乡 我亲自 我说我去接着 哎呀 回来之后 床上躺了一天 没起来 然后第二天 浑身疼 我上楼找他 然后我还跟那个爹 我说今天 我说给他请个假了 我说蚂蚁上不了了 我说那 整得太严重了 我说起不来看 你知道吗 群里边一说 马上站长就一话 死没死 他有气吧 来来 那大家台 他们也台电脑 人家干活 你告诉他 不干活 马上继续七楼 然后找个小弟 到七楼 到那个宿舍一传话 那蚂蚁吓得 俩人 下来了 那家伙 那电脑那一做 手机一摆了 开始拿手机 一人一堆 我告诉你啊 那一人最少配五六台手机 继续找客户 电脑软件挂了 这边手机上抖音快手 小红书 微博 是吧 混连网站 开始搜客户 开始聊 继续找这些空虚寂寞的大姐 拿那个女孩头像 找那帮空虚寂寞的大哥 开始捞这客户 他们我跟你说 搞电炸的人 他们很多套路 比如说这个人聊聊聊 感觉没有多少钱 而且呢 实时进不了状态 不进圈套的 他们就这样 分池子养鱼 懂了吧 把这种叫小鱼仔 先放在一个池子里养 也不理 也不说不理你 偶尔跟你聊一会儿 然后这个 一直愿意陪你聊的啊 感觉还挺有钱的 然后套你三观嘛 你喜欢啥 他就跟你爱好都一样了 就跟你套进入 感觉这个聊的差不多了 开始切钱了 就开始带你玩这个 MT5了 古转了 这样我说的 玩理财了 这叫什么 大池子里养鱼 这个大池子里养的这些鱼呢 就是每天上班 就必须一聊聊一天的 懂了吧 海波直播突然关了 我估计可能也违规了吧 跟我似的 突然就会关了 说错啥了 所以说你记住啊 屏幕前的你 很可能你就是那个被人养的那个鱼 有可能现在你就是被他分流养小吃的小鱼 有可能你就是他们所谓的大鱼 正要下刀切的那条鱼 还有的可能你已经被骗完了吧 是不是啊 没说别的 是不是有可能你已经被骗完了都 都被骗过几万几十万了 真的 有很多天天私信我的 哎呀 13呢 我就被骗过 早看你视频好了 我骗30多万 今天就有一个 那天有个大姐说 哎妈呀孩子 早刷你视频好了 哎呀 我这一个老太太呀 被骗了两万七 就我每天收到这样的私信很多啊 知道吧 我说了 网络你没事刷着抖音呢 某音快手啊 你们看个娱乐啥的 挺好的 有些老年人 刷点搞笑的段子啥的 知道吧 可千万别在网上交朋友 啊 网上没朋友 我告诉你 都扯 太虚拟了 你身边的朋友 我就 咱不是说句中文话 现在人情多么的淡薄呀 来 自己家亲戚都不走动了 都处不好 你觉得你还有朋友吗 你身边从小到大 咱说一个人啊 平均来说的一辈子 最小认识九千人 到最后来 你有几个是你朋友 还留在你身边 能跟你好关心你的 哎 来了 没有人姐 你好 对吧 你说你还向网上交朋友去 就现实里边的朋友 你都没有了 都交不明白 自己家亲戚 你都触不明白 你还向网上 能交到什么知心朋友 你那不就是找爱骗吗 不骗你骗谁 真的 有的时候 我就在园区里 看他们聊天 骗那个人 没事我翻手机 看看那个话速 我都觉得 哎呦我的妈 这人的啥智商啊 反正长点脑袋 也不能让人骗的 那有的女的就大花痴 就恋爱脑 就活该被骗 真的不过说话损 那有的那大哥 真的你就是 钱多烧的 你家有矿 钱花不完了 故意让人骗的 我看 那那女孩 整个头像小姑娘 天天摸摸哒的 一天天咋 天天给你问个晚安 哥哥好的 我就想你了 这那 聊两天就老公了 就怪你叫老公了 老婆俩人叫了 你买 网上都能结婚 啊 就给人家聊聊抖音 快手 都搞得一向 结婚了 哎呀 又又又 给他画大饼 哎呀 等我 咱俩奔线了 一起奋斗 怎么怎么的的 我会对你很好的 晚点大哥说了 你放心吧 宝贝 我一定爱死你了 我给你买个大别墅 你喜欢啥车 我给你买 等咱挣完钱的 你要啥 我给你 疼你一辈子 晚点女孩说 哎呀老公你太好了 摸摸哒 爱死你了 哎呀 这辈子就爱你 哎呀 我终于找到真爱了 哎呦 我的小可爱 哎呦 我天 那天老肉麻了聊的 我得麻呀 而且还有一些很傻的 我再给你们讲 最可恨的事 一帮傻的女人 就都说 杀猪盘 傻 有的咋被骗的钱 跟人聊 聊聊天 然后那男的 电诈的 那边的男的说了 哎呀 咱俩离得太远了 我也看不见你 晚上寂寞呀 你能不能够 发点你性感的照片 给我录点小视频 我晚上老婆 我想你的时候 我看看 哦 用你的小视频 我解决解决 我的问题 这真有啊 嘎嘎给发呀 哎呦 我天哪 就我告诉你 整个园区里 那帮男孩 没有手机里 没有这个小视频的 全都是咱们国内 这帮傻娘们给录的 自拍 我的妈呀 那 我都不好意思一说 这大伙都明白 啥意思吧 录的啥内容了吧 嘎嘎给录 嘎嘎给 还得天天更新呢 还那边叫老公 哎呦的妈 让人指挥的 还得买点性感的睡衣 买点性感内衣 还得买点什么 啊 秃秃秃 小器具 啊 小棒 那家伙的玩的老花花花了 那家这女的 让他给指挥 洗脑 也不知道咋洗 洗成那样 完嘎嘎就给发 哎 那发多了之后 巴就挂风一转 来吧 嗯 给我打钱啊 我现在照须用钱 给我打十万 不打我就把你们小视频 啊 你那些 小果罩 全发给你家人 你通信录已经被我盗了 还有这傻的吧 自个微信都告人家了 哎呀 人家这男说哎呀妈 我这边不行啊 微信老子号 用不了微信 你把你微信号 你帮我注册微信号呗 把你微信号借我用呗 哎呀妈 啥的喝给你注册微信号 注册这个快手号 某人号 完了给你收验证码 我把号给你用 结果人家通过这个实名制嘛 你那个快手某人还是啥的 人家那是破解软件 你知道吧 把你通信录啥全破解出来了 你爸电话多少 你妈电话多少 回头就加你爸 你妈你二大 打就你三姨 来你不不给他打钱 你试试 猜房卖地 你也得把钱给你打 不打正给你发 你说回头大半夜 你爹收小视频 你啥样 让你妈看见 让你二舅 你三叔 你四舅们 看见了 你还活不活了 有的人我就不打钱 不打钱来吧 你看你还做不做人了 丢不丢人 所以我告诉你啊 真的你听听我的视频 大伙 我讲的都真事 尤其屏幕里边有很多女性 听听大伙 千万别在网上 千万别犯傻 给人家乱发东西 隐私 懂不懂 做好个人隐私保护 人心最难测 知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东西 不能直视 一是太阳 第二就是人心 知道吗 人心隔肚皮 谁好谁坏 你知道 起码我在这 你不用评论 你十三哥是好人坏人 你说我好人 我谢谢你 你说说我是坏人 我也不否认 我也没必要跟你去讲 但起码你就听听我说的 是不是帮助你的 我坑你没 害你没 骗你没 这就够了 懂不懂 尤其 我告诉你 最危险的就是 什么离过婚的 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 这些 这些小少妇啥的 我告诉你 是最容易上这种当的 知道吗 就我在园区域的时候 起码大家都知道 我的大小也是领导 然后这边都天天找我 十三哥 你看今天这个傻娘们 又给我发视频又更新了 来十三哥 我发给你 我们在那电脑上 他都能分享吗 都飞机有群 巴巴巴分享到群里 那大伙看热闹 知道吧 上次那哥们大飞 跟他聊天 聊了一个女的 把那女的钱骗了五万 然后紧急还跟那女的 在网上网恋搞对象 那女的离过婚 还带点孩子 往上自个还处个男朋友 哎呦我的妈 老有意思了 那一到晚上 天天给大飞更新的 那小视频发的 不堪入目啊 哎呦我去 只有你想到 就比那个 啊 什么网站里边 那偏都刺激 那嘎嘎的 天天给你更新 我们天天跟他过眼影 啥人没有啊 真的都是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 那不根本都不是脑瓜进不进水的问题了 知道吧 咋想的呢 你不看 那没找呢 群里天天而发 你知道我们那工作的时候 他天天电脑里有大群嘛 大伙都在里 没事谁有这种资料 乖乖就发进去了 大伙就开始嘎嘎嘎笑 巴巴发个大目的点赞 刺激吧 继续继续 再让他更新啊 明天等你更新啊 老多了 就把那个东西收集起来 都能搁硬盘都装不下 都能卖资料去 有的人真的 有的女孩就是恋爱闹 她是不分虚拟不虚拟 只要遇到个男的 只要他认为这是个男的 对他一吼 哎呀天天要天爱蜜语 小蜜罐一泡 完了啊 这小春心一荡样 我天哪 啥事都干得出来 我的妈 我觉得真的 什么被诈骗了啊 去骗人呢 真都不叫恐怖 就这种事 我觉得最恐怖 实话 最恐怖 卖给我吧 没有 带不出来 要带出来 就真的送你点 带不出来 回国了 那飞机也用不了 要不真的 里边老多了 只要一登路上 那东西都在 有都是一扒了一扒 你都看一宿都看不完 真的海了去了 啊 徒步啊 徒步走了一百二多天 谢谢啊 金锁 这里边不知道 有没有这个 在缅北待过的 有没有园区的朋友啊 你们可以站出来 说一说 我十三 撒没撒谎 来你们给我 做个证明 看看是不是 我在这编这个故事 知道吧 就是说你 没在别的方面骗钱 他们有个事找 就拿这方面要紧你 要你钱 来你给不给 真把你通讯录 都直接发给你 来你看看里边 你齐大姑 把大姨的电话 全有 包括你前男友 电话可能都有 真的 你要说大伙 看看也就算了 你是真是 让你爸爸 你哥哥 你弟弟啥 看见了 怎么办 你怎么做人 是十万块钱的 是十万块钱的事吗 难道 你剩下 我会别过 我怎么做人